有时又好像在《道经一》的先知感的感觉 尚主我呼咎,而祢不语随听,语道何时向我呼合尘步 而祢仍不识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不公正 不正,奉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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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他的子女,尤其是那些很努力保护自己的人 平时在这些情况,人们觉得寂寞和无助 另一方面,很多人为保持为自由,人格甚至三存以仇苦 另一方面,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越大,越大越多物质财富,令到很多人可以变得有钱 人拥有越多财物,便会枫败自己的思想和心灵 看见到较少的人的威伤被边缘化,听到他们的呼合 但为这个世界的福音,很多人就规及尊主 但是实在必须说,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人自己做出来的 而是第一个是黑白曲先知,讲给我们听,将来的希望的信息 无论怎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不是和天主一切,他会枯慰 但是二人必因他的信德而生 说过于信德 都可以这么说 是信心 我们需要有更加深刻 更加坚强大的信心 相信天主 天主是在我们附近 就算他好像很远 他也不会回去我们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任生活 他会有更加坚强大的信心 天主 当然会有更加坚强大的信心 但他会有更加坚强大的信心 我们会毫无痛苦困难 莫知甚至死亡 天主所延续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深刻的信德 全身相信天主 我们可以有受所有生活里面的困难和苦 今天在福音中 耶稣将基督徒和福音训教 福音要勤力全日在天里面做事收工回家 我们和他们用来接受ですか 我们不如有 Запад 盖闹 adults 我们不如吉祥的信心 要以为民众不会背不离 Scientists也不已经 reserve 我们得以为我们要維持齡委网和福音 有些人可以反应 但是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 都是为止天主 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是欠了天主的赚 我们不可以做超过基督徒 即无其事 现在我们继续祈祷 因为天主坚强我们的信德 这样我们能够看到 是我们的三个宗天主的恩典 和效果服务 有顺利的人去服侍天主 这样